NBA季后赛第二轮 今天纽约尼克继续在主场 来对上印第安娜六马 球迷们在上半场 可以说是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他们的主力球星 Jalen Bronson在第一节就受伤退场 球队甚至落后来到了双位数 一直到下半场战局出现变化 因为Bronson是以救世主的姿态 回到了现场 而且还砍尽了29分 带领尼克以130比121 击败六马收下2点胜 纽约大局的一颗球连Bronson 由他在就有灵魂 尼克组场在上六马 随便一颗三分球就能让全场沸腾 不过大苹果的球迷心情就像洗香温暖 Bronson的脚不舒服 第一节只打了八分钟 就近休息室治疗 这让六马带到了天大的好机会 第二节的六马在Tiris Halliburton的串联之下 点点开花 三节紧张三十局分 并且带着十分的领先进到下半场 心里很紧张的纽约球迷 他们叛到了救世主将领 追了Bronson回到场上热热身 失了定心丸的尼克 进攻又变得顺畅 这一件穿新的地板球 还有尼克灵魂的个人秀 再度燃进纽约大军赢球的希望 多归了他 尼克第三节打出一波21比6的攻势 再度抄减 当然还要感谢另外两届客 射手Dontes DeVitzenzo 还有铁人Josh Hart的支援 DeVitzenzo标进六颗三分球 看一下28分 三人合力轰进了76分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Josh Hart 他的季后赛已经是第四次 打满48分钟 似乎都不会累 终尚迷克就以130比121 选择六马 收下2点剩 欢迎收看临说明报道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订阅 开启小铃铛